第一屆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講故事短片甄選競賽 28日舉辦了頒獎典禮 第一名是由富里鄉吉拉米黛部落故鄉的美多德殊榮 期盼可以透過競賽真實反映部落狀態 也持續累積各個部落影像和文化資產 首屆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講故事短片甄選競賽 活動前曾辦理三場攝影剪輯演習 鼓勵族人拿起手機、相機及攝影機 記錄自己部落的故事 28日舉辦頒獎典禮 第一名由富里鄉吉拉米黛部落故鄉的美多德殊榮 第二名為豐冰鄉實體坪部落長者的酒 第三名為秀林鄉重工部落肥沃之地重工部落 我很高興跟路易部落用部落的主體性 來談他們部落的事情 我想接下來大家應該更鼓勵更多的部落來做這個事情 第一次辦了很多人都觀望了 現在我在搞什麼 第二次做下去就是真的要做 有很多的片段都是把它再把它收錄起來 才能成就今天部落說故事 我們的很多的影片是很豐富的 所以再一次謝謝我們所有的族人 在每一天每一個時刻每一個活動每一個碎石記憶 都能夠用自己的方式把我們的文化能夠留存下來 不少得獎者初次嘗試拍攝 用自己的方式以照片、影片、演戲等內容 講述呈現自己部落的故事 而不少得獎者對於能獲得肯定、感謝評審支持 也預計一小時的頒獎典禮 也在近兩小時的時間裡落幕 記者長幫燕黃林士報導 三十七九九九九六十七五四超